这个单口相声就是一个人说 两个人呢就叫对口相声 一个人呢由头至尾是一个故事里头穿插着笑话 这就叫单口相声 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啊不是现在的故事 是清代啊义和团的故事 这义和团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农民暴动 因为啊那时候这个洋人呢欺负中国人 中国的官府不但不做主 并且呀还是向着这外国人 怕外国人 在那时候皇上也惹不起外国人 有个德国钦差叫克伦德 克伦德后手被这个医护团给打死了 德国钦差 没打死之前 克伦德手底下有一个跟皇上办事的外交官 德国人这个人叫什么 叫彼石 他经常跟皇上打交道 他说什么中国皇上就得听什么 要不怎么您常听说 说皇上啊连彼石都管不了 就打那留下的 这彼石啊最厉害了 耶和团是农民暴动 耶和团的组织啊就在这个武清县跟安次县这两县起来的 为首的有个大师兄有个二师兄 二师兄这个人呢 很勇敢 勇猛 打仗不怕死 那个大师兄呢 大师兄岁数大了 六十多岁了 这个人呢 人称赛诸葛 有办法 怎么有办法呀 因为他呀在年轻的时候 他是武清县的人 赶庙会去了 县官的儿子呀 抢夺民女 让他呀打不平 给打死了 打死呢 就跑了 跑到关外呀 东三省待了四十多年 什么都干过 山里他也发过木 也挖过人参 也挖过煤 什么都干 那么这个四十多年以后呢 就回到武清县了 那个时候呢 正是这个光绪二十几年 要闹义和团了 他回去呢 隐姓瞒名 在武清县那儿住些了 哎 可巧啊 欲今这么一回事 什么事情啊 有一个放羊的刘柱啊 在这个教堂门口放羊来了 也不是怎么羊拉屎了 让外国人看见了 非让他给吃了 刘柱当然不吃啊 给羊人俩嘴巴 归县衙门了 到县衙门让县官啊 给打了一顿 他怎么断的 他这样断的 让这刘柱啊 把这个羊拉的屎啊 搁到嘴里头 找没人地方带土出去 有这么断案的吗 他就这么断了 就这一下子 激起民愤来了 这个老头子 就是这大师兄 隐姓瞒名 自个儿就说姓鲍 名字呢叫补平 他那意思就是 鲍补平的意思 这么一组织 一和团起来了 他在关外四十来年 也上了俩钱 拿出来打兵人 后来呀 人越来越多 一和团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在这个烙发的地方 跟外国人打了一仗 把外国人坐的火车给砸了 外国人抢中国的金银财宝 让一和团给夺回来了 不过呀 这二十兄禁锢了拼命了 禁锢了拼命这一下子 让这个认贼做父的汉奸 给逮着了 抓到武清县县衙门去了 抓近三天去 一和团里头就乱了 二十兄被抓了 好 听说武清县城啊 已经出了告示了 那个告示的大义是什么呢 逮着了一和团的二师兄 现在他已经招出 很多的一和团来了 你妈赶紧的上这来自首 如果来自首罪名减轻 要等着按名单挨护抓 那是罪上加罪 一和团大家一听 哎呀赶紧找大师兄商量 这怎么办呢 大师兄啊 找不着了 没了 大师兄哪儿去了 有办法 就二师兄去了 抓到武清县衙门怎么救去了 哎 到了第四天头上 就在这武清县衙门门口 停住一辆轿车 这辆轿车特别的阔 轻段的车围子 外头镶着十三太宝的同伙 赶车的一撩撩 有打车上下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穿着打巴 特别的阔气 头上戴着一顶青龙的帽衬 大红山虎子的帽疙 帽正是镶着一块红宝石 穿着蓝七下段的袍子 张龙的马罐 两只青龙的福子旅鞋 这手带着一只翡翠的斑枝 这手组着个龙头拐杖 很拍头的 下了轿车 不言不远 就往县衙门里头走 拆一这么一瞧 呦 这哪来的 这么愣啊 赶紧过去就给拦住了 一看这老头穿得这么阔 这么拍头 像是哪个大官的 这么一个老太爷 说话就和气了 老爷子 您到这儿有事啊 干嘛这么和气 他不是老头穿得阔吗 要穿得阔 那早骂出去了 所以这他和气 老爷子 您上这儿有事吗 他不是和气吗 老头说话还挺倔 废话 没事我上这儿干嘛来啊 挣得钱不多 管得是还他妈不少呢 说着话又要往里走 拆一一听 这老头一定有来头 赶紧又换笑容 不是 什么 老爷子 这个 请问您 我问明白您 我好进去给您回禀一声 老头一瞪眼 啊 回禀 我上这儿来也得回禀啊 啊 好啊 你回禀吧 我不去了 行不行啊 嗯 我告诉你 明儿个见着你们老爷 把这话说过去 你小子吃不了 就逗着走 看你这脑袋就要搬家 说着话就走 呵 拆一颗吓坏了 赶紧追过去 坐一大空 老爷子老爷子 您千万别生气 您别走 您别走 您说一声 我给您回禀一声 没没关系啊 再说回来 这不是县衙们这么个规矩吧 啊 这个尤其是现在正在兵荒马乱 哎 我们县提也说了 无论来什么样人呢 哎 都得先回禀一声 老爷子 您就提我个醒吧 恕我小子眼珠 非要回禀啊 回禀行 嘎你们来呀 就说 老爷子来了 让他赶快的出营 哎呀是 老爷子 您 您是 你还问什么呀 你还问什么呀 啊 他把兄弟的爸爸 不是他老爷子 哎呦是 这么回事啊 哎呀 您等着我 往里脚跑 哎呦 这是我们县太爷 他爸兄弟的爸爸 可不是老爷子吗 哎呀 幸亏我说话何情 不然这娄子可大了 吓得多了多嗦的 往里就走 到了书房 给县官一请安 吓得多嗦 连整话都没说上来 哎 回呀 饼啊 老啊 爷呀 打呀 屎啊 不得好啊 县官说 你要怎么着啊你 你这怎么说话呢 你这事 什么毛病啊 不是我 我我我 我吓得 什么事这么害怕呀 那个什么 让您赶紧出营 老爷子来了 胡说八道 什么老爷子来了 我爸爸死了 胡说八道 你这小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 您您您 您赶紧去吧 我也吓糊涂了 反正那么长的胡子 老爷子很拍头 那个 您您出去早了 就好了 出去晚了 老爷子就恼了 您您别让我来回跑了 你这都什么 乱七八糟的 这个糊涂的东西 现官一琢磨 老爷子 当然 瞧他吓得这样 是谁呀 总得出去瞧下去 说我出营 换上官衣 出来亲自迎接 到外地一瞧 呵 老头很拍头 面含沉色 拄着拐棍 瞪着眼 现官被这老头的 这个气魄呀 给气住了 不由地过去了 一躬到地 老爷子您好啊 拆椅一瞧 连我们老爷都这样 得亏我没说别的 老头怎么样啊 走鼻音 嗯 老爷子 您往里请吧 头肩带路 是 拆椅一听货 我们县太爷亲自带路 好吗 两边是队子兵 攻上弦刀出窍 老头怎么样 如入无人之境 一直跟着 进了花厅 到花厅 坐在上手了 往这一坐 县官 赶紧做一大工 哎 老爷子 您这个 哎 这个 他怎么说呀 您贵姓 他不认识啊 这个 您这是 打哪来呀 问了这么一句 就这句 老头还会儿了呢 啊 我打哪来 好啊 我大老远的来了 也不问我 可不可饿不饿 啊 冷不冷 热不热 进门怎么着 问我打哪来 我打哪来呀 我打天上掉心来的 老爷子 您 您 您别生气呀 不是我这个 我 什么不是 我 我这个 我想问您呢 您 您恕我眼拙 我这个记性太坏了 您是 哪 哪位兄弟的老爷子呀 老头一听 一阵冷笑 哈哈 好好 你小子眼眶的是高了 啊 眼睛太大了 眼大无神 不认人了 我是谁的老爷子 你不知道 嗯 就是你的 是 我知道 您 在 在 在哪来呀 你小子糊涂了 安慈县 是你爸兄弟不是 哦 哎哟 哎哟 我 这是 哦 您是刘大盛兄弟的老爷子 哈哈 老爷子 您好啊 您说我眼拙 安慈县 刘大盛 哦 哎 您好 您说我眼拙 哎呀 真是可气啊 嗯 我在家里头跟那个畜生 哦了一肚子气 想不到到这儿 又跟你哦了这么一肚子气 啊 是 哎 老爷子 哎 您您跟谁 怄气了 您心里头 哎 哎 有有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 您可以跟我说一说 嗯 说了这么半天 就听见你这么一句人话 县官一天和我说了半天 这都不是人话 啊 是 哎 老爷子 您 对了 您说说您跟谁怄气 嗯 哎 我问问你 你 跟你兄弟 你们俩人的交情 怎么样啊 其实啊 不怎么样 那个时候 官场中的交情 什么呀 吹牛拍马 互相利用 就这个交情 没别的 可是今儿老头问的这儿 县官怎么样啊 就得捡好听的说 哈哈 老爷子 我们哥儿俩那交情 您还用问吗 我们哥儿俩是 有福同享 有罪同寿 有官同坐 有马同骑 那 不客气来说 嗯 他高兴 嗯 我就 我就 我就咧嘴 他伤心 我就掉泪 嗯 说句干嘛话吧 哪怕他那吃多了 我 我这都叫这撑得好 您就知道这点德行怎么样了 老头一听 嗯 那么我问问你 他要是忤逆不孝呢 哎 嗯 那个 连我也有罪 你知道有罪就行了 我问问你 你这行压着一个人吗 啊 啊 呀这人多了 哪个呀 王勇 王勇 哦 您说那个 义和团的 二师兄啊 什么义和团二师兄 啊 你怎么知道 他 他 他全招了 老头一听 心里他一蹦 赶紧就问 招了 他都招的什么呀 哎 他就招 他是 义和团二师兄 要招出多少人来 哎 人他一个没招出来 别的他都没招 老头一听 这么坏事情 放了心了 哦 别的都没招啊 都没招 哈哈 招不了 险官吓一跳 怎么了这是 什么事您呢 那怎么会招啊 他不是义和团二师兄 他招什么呀 不是 告诉你 义和团呢 那个王勇啊 那个勇我知道 永远的勇 你得住这个王勇啊 这是勇猛的勇 那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告诉你 那个真的王勇啊 已经让你兄弟安慈县 那抓住了 明白吗 压的县衙们 现在啊 他已经招出很多人来了 那是真的 你这个是假的 是我的表弟 是你的表叔 明白了 你表叔啊 没了好几天了 加勒上衙门找我去 敢我这么一听啊 说在你这压着呢 王勇 我一瞧这名字 我就知道了 真的在那儿那儿逮着了 当然是他了 昨天 我就让你兄弟啊 上你这儿来 找你要人来 你猜怎么着 他不来 他说那不行啊 这是外国人教来的 没说外国人 要要起人来 没办法 可我就不懂 你们给中国人做官 为什么要听外国人的话呀 所以他不来 其实我来了 我们俩人在家里 他吵起来了 我来找你来了 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要没办法呀 我就上天津道 告他去 送他五年不孝 连你一块儿烧着 这个 哦 这这么回事啊 是 老爷子 我跟您说呀 他这个 我兄弟说的话 也不算不对呀 您想想 外国人抓来的 如果洋人要医药人 您说 我们吃不了 就得兜着走啊 老头一听这话 魂更高了 哈哈 怨不得你们是把兄弟呢 他们一对混蛋 嗯 合着 你们给中国人做官 听外国人的话 啊 你们这是 什么呀 越说越可气 咱也甭废话了 干脆 我呀 上天津 找你大哥天津道 告你迷状 我走了 说着话往来就走 哎 什么 想官吓坏了 天津道 他这官还是天津道建来的呢 哎 那个什么 老爷子 您千万别走 不是 咱们想 想想主意 想什么主意啊 我这主意早想好了 你犯了没理的事情啊 你这么琢磨琢磨 真的让你兄弟那逮着了 你这压着一个假的干嘛用啊 我上天津道 找你大哥去 他来一封信 你还得放 你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 干脆别废话 我走 这就要要走 县官这一琢磨 对啊 这东西他到天津道那一封信 我还是得放啊 乐德湖放着河水不洗船呢 哎 是 老爷子 您先别生气 是 什么别生气啊 啊 你说 他 他还招什么来了 你不是出的告示说 招出很多人来吗 不是 那告示是假的 我是啊 骗义和团 其实啊 我给他 上了几样大型都上过了 他也没招 老头一听更窜了 啊 上大型 好小子 你把你表叔不定该长得什么样呢 我跟你拼了 或者就扑过去了 追着线宽 劈了扑鲁劈了扑鲁 就在这花厅里这么一顿乱跑 跑出花厅 有俩差役在门口站着呢 县官就急了 他妈的混账 看账 还不叫我表叔去 哎 差役也吓坏了 是 老爷 叫您表叔去 您表叔是谁啊 混蛋 连我表叔都不知道了 是 我们哪知道啊 我表叔啊 义和团 嗨 不是 这那个什么 义和团的二师兄 这假的 快去 这才说出来义和团二师兄 假的 拆役这才明白 哦 找义和团二师兄 好 找去吧 一会儿功夫大御里领出来了 大高个儿 王勇出来 到这屋里一瞧 一眼就瞧见老头了 眼珠子凳子挺大过去了 你 你怎么也来了 老头一看他要说话 哎 表弟 表弟 你听我说呀 我这 那意思不让他说话 怕他说漏了 可是啊 二师兄怎么样 还挺着急 你究竟怎么来的 你快说 瞪着眼睛瞪着 老头一想要坏 一个字说错了就糟了 借题发挥 贺骂县官 好你个混蛋啊 你看看你把你表叔长得 都疯了 你还不敢请医生去 我跟你拼了 举着拐棍子追过去了 县官捂着脑袋又跑了 跑出去请医生去 老头啊 赶紧地跟二师兄说 你可一句话都别说了 我来救你来了 你就是装疯装病装傻 就算没你救出去了 老头说完这话 到门这儿 请医生去了没有 县官说 我让他们去 赶紧去请医生去 让那差役请医生 这工夫 打外头登登登 跑进一差役来 哎 跟老爷回 安慈县的县太爷 二老爷驾到 老头怎么样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听见了 安慈县他 当时眼珠一转 出来一抓这县官 你还不说呢 你不说我听见了 就跟这差役说 他来了 是不是 他来了正好 加了炒完了 又找到我这儿来了 这是诚心斗魂 你告诉他 老爷子在大堂上等着他呢 让他脱了官衣 也不一个头磕进来 你别愣着了 赶紧预备大行 我给他上加法 这才把县官松手 县官又听怎么着 上加法 爷俩跑我这儿开打来了 我这儿弄个全武行 我受得了啊 赶紧就说 老爷子您先别 别着急 别生气 是 混蛋 赶紧出去 告诉我这儿要紧的事 先让他等一会儿 老爷子 您消消气 我出去跟我兄弟说呀 让他呀 跟您说两句好话 给赔个不是 千万您别 当着这么多的下人 您这么一动加法 你敢拦着我呀 你这儿不让啊 行啊 你这儿不让没关系 我我我们家了 打去那行啦 你很管不着啦 走表弟 我撑着你 老头过来 一撑二十胸 万歪就走 反正到家了 我也饶不了他 连他带你 一块儿告 这就万歪走 县官吓得直哆嗦 老爷子 您千万别走 什么别走啊 你甭管 吵吵嚷嚷的 驾着这个二十胸 往外就走 到了外头呢 有一辆轿车啊 就把二十胸啊 推到轿车里头去了 站去 老头呢 往车压上一坐 要走 县官就追过来了 老爷子 您您您别生气啊 这个这个什么 我跟我兄弟说 您您千万别上天井 那意思 你别上天井到那儿 告我们去 是这么句话 老爷子 我让他给您赔不是 您您千万别上天井 老头啊 抽冷的白拐棍一举 照着县官脑袋就一下 甭废话了 邦当 这一拐棍子 掌菜的性脑门上 这儿肿起个大疙瘩了 走 一白手 赶车地摇边 咯噎噩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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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 这辆车跑得飞快 一会儿的工夫 车没哑了 县官啊 脑袋 中了个包 站在那愣着 这些个 差业 瞧着 要乐也不敢乐 朋友保不住 直来这样 合着这出糊涂戏啊 大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头吵咱半天闹咱半天 也不知道是谁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安慈县呢 安慈县在这篮子底下 也听了这出糊涂戏了 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瞧着打 老头走 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这站着 武清县愣了半天 进来了 走到篮子底下 安慈县赶紧的过来了 大哥 刚才是怎么回事 你还问我呢 怎么回事 这都是你做的好事 你把老爷子气得这样 打架了出来 跑到我这儿来了 你这顿打妥过去了 可是我替你挨了 你瞧这包 安慈县是什么呀 怎么什么我这打 您替我爱了 您替我爱了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老爷子脑了 你把老爷子气着了 安慈县一听 老爷子 哪个老爷子 爸爸爸 什么呀 他不是我爸爸 那不对 也不是我爸爸呀 那那欣欣了 不是你爸爸 不是我爸爸 那么他是谁的爸爸呢 找不着主了 和尚 安慈县站那儿一会儿明白了 哎呀 领走的那个人是谁呀 领走那人 那不是说是你表叔吗 王勇 义和团 那真王勇 但你那县衙门压着呢 招出多少人了呀 哎呀 蒙兄啊 你上了义和团的当了 我那儿和根本没抓住二师兄啊 这个二师兄就是真的 那甭问 大概其那个老头子 也是义和团 定计匡走了二师兄 一定是这么回事情 我瞧啊 这娄子你可捅大了 这名的洋人要找你要人 我看你可怎么办 哎呀 上了当了 回见吧 爷朕冷笑 安慈县牛脸就走 武清县这么一瞧可就急了 呵 这家伙 这么样的没有情面 这就走了 跑过去把他拦住了 你先别走 你哪儿去 我哪儿去 我回我的县衙门 你等会儿 你想一想 就算他是义和团 可是他要不冒充你爸爸 我能放他吗 还是咱们哥俩有交情啊 是不是啊 现在你怎么怎么不讲交情 这就要走呢 我告诉你 现在啊 咱是一颗线拴俩蚂蚂蚱 飞不了你蹦不了我 一个四两 俩就是半斤 没别的 一和团也好 匡走了也好 这个沉重 你应当替我担一半 安子县一听一阵冷笑 我替你担 我都是担得着吗 迈着方不往外就走 这回武清县真魂了 过去一下把他抓住了 你走 我告诉你你走不了 现在我才明白 怎么那么巧 一和团定计 要走了二师兄 但在这时候 你上我衙门来了 这个事情就清楚了 一定是一和团 买通了你 一块定计 抢走了二师兄 现在怎么着 你不替我单 我这就告你 安子县一听这话也会了 好一张利口啊 你真是铁嘴钢牙 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可是事实就在这摆着呢 老头准是一和团 那个准是二师兄 一和团要走一和团 这还有什么说的 一和团要不是贿赂了你 你要不是贪了脏 你能放吗 现在你讹到我身上来了 没有用 告诉你 回我的县衙门 马上给我大哥 天经道写一封信 我就告你 甭说别的 你这罐没了 顶子保不住啊 我看连你这脖子也裂口了 脑袋这就要掉 哼 这一下子 武清县可沾火了 好小子你可真厉害啊 一点都不懂交情啊 你还告我去 我顶子没了 顶子没了 我不要了行不行 说着话一松帽拍 摆帽子一摘 啪 往桌上一摔 小子 我官不做了 我 我跟你拼了 那么大的县官 桌上茶壶抓起来 哗一下就摔过去了 安慈县这么一低头 没打着 要打着 打着就得开了花 哼 好小子 这可是你先动的手 这可就不怨我了 跑过去了一低头 你摘帽子干嘛 小子 我给你戴上 夸承 把弹筒给扣脑袋上了 reden 不是 AEB orar гр 作词 条愿 让 来 感谢观看